这些线索就是说 小湖的零件 在10月14号当天晚上 他们就开车 开了一辆很好的车 直接送到了上海 直接送到了医院 直接送到了手术台上 而且 而且买零件的人 做的价格非常高 几个亿呢 所以这帮人呢 这帮人现在就说 从一个小湖身上 抓几个亿 那以后的话 谢谢你们这些红包 我不能吃完 我取消了 就是说 如果一个小湖 他们得逞了 将来还会有很多很多 这样的事发生 他们会肆无忌惮 胆子越来越大 所以这一次不管多难 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不能让坏人这样得逞 所以今天也很关键 明天也很关键 有可能今天晚上 他们说什么 叫什么报告出来的吧 对 事件报告出来的吧 对 还有录音笔这个解析也出来 他们现在在 在振风多秒 抢时间 他们在抢时间 加班加点干这个火 说这个什么 录音笔的什么 鉴定报告要出来了 事件报告要出来了 然后别的家属签字 认可 认可完以后 然后就火化 他们就想这样干 对 如果他们这样干成功的话 那以后 会有多少个孩子 会成为小湖呢 对 所以他们现在 太坏了 这帮垃圾啊 这帮恶魔啊 胆子太大了 无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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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